好,那这个是用那个关于极端值的部分 好,那再来我们再讲另外一批 讲到另外一批之后要请大家呢 去开一个新档案 我先把档案打开来 那这个档案其实是这本电子书的 那个电子书的它的一个示范档案 好,那我再切换一下 这个资料呢,你们可以从它的这个Data Library 就是这本电子教科书的它的资料 就是Learning Statistics with Jamovi 这本书的这个第三个 AFL Final List把它给打开来 好,那这个你们可以先自己先做一下 先试着用它开启它 然后做出跟这个教科书图5.11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统计报表出来 那这里有一些些事情 有一点点那个 有一点点那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在导读的影片里有提 有稍微提示 那现在我就借这个示范的机会来讲的比较清楚一些 我们先直接先做 我应该可以做出跟我的一样 那它这个描述统计就是去算 算它的个数,然后把它的柱状图 请注意它是要画柱状图 好,然后现在 我想先问一个最显而意见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资料是一个民意尺度的资料 那为什么民意尺度的资料只能画柱状图 如果更精确的说 民意尺度的变相 它的数值之间不能做四则运算 你这里你只能做的是那个数值之间 你只能过去算 每一在这个变相里的某一个数值 它总共在这个变相里累积有几次 好,你们这里 那你们自己做可能会比较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它这个示范 跟我这些示范 我只有列出四个队伍对不对 那个数只有63个 但是你们整个 如果好像少了一点东西 不能把原来的什么400个变成63 是不是 好,那这就要用到上次已经有介绍的计算变器 就是Filt 那个还好今天没有在电脑教室是信也是不信 因为上次在电脑教室碰到一个 碰到一个云端板的问题 就是它的Filt可能会很耗费资源 好,那我这边的Filt呢 你们可以在电子书中呢 它这里,它这个图 就是5.11的上面有一段程式码 你们可以把那个5.11上面那段程式码呢 拷贝后,然后打开这个档案 这个操作面板的这个Filt 然后把那段程式码,像我现在这样示范的 贴在那个上面 那然后 它发挥效,作用之后就可以得 就可以看,就可以得到跟它的示范一样的 就是63个 只有63比资料,然后四支队伍的 这个是,这个资料是统计 这个NFL就是澳洲的橄榄球比赛的职业比赛 那这个是统计好像是历年的有进入季后赛的队伍的 它就是以一场一场比赛这样子去累计 所以会有的队伍是比较多,有的是比较少 好的,有这样子有做出跟电子书 还有我现在这个示范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吗 还有,有问题 主要是就是你要先用,先开这个 先开这个,然后把电子书上的那一段 这个你们不用看我 你在电子书上有 电子书上图5-11上面的那段程式码 要拷贝到这个FILT的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对话框 那我长不大正经验 嗯,在这个LSJ 就是你看这个书名 先从这个Data Library这里 这个它的根目录下 这个Learning Statistics with Jamovi 要记得这是这个电子书的 这是要特别去下载? 不用,如果是本机版要下载 如果是本机版请记得 它是在那个,我现在给你看,就是它是 它的Module是这个LSJ Data 如果是本机版的话要另外下载 我这个导,我在前面的导读影片好像有提到 如果是云端版它就有,它就是直接就安装好 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也就是说这本电子教会书 它是官方认可的那个教科书 所以我才有翻译它的动力 只要是这本课可以看什么 我就有信心,应该这个学习就可以把它给翻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我就可以大概就可以开个线上课,线上课程 然后你们可以帮忙,你们可以到这个,如果有开线上课,你们都可以当助教 那真的哦,那个如果是,我知道很多那个,像你们知道有那个Coursera这个线上平台吗 它很多这种大型课程,就都还会安排说,每一次开课都会有助教来去改 来,来帮忙就是说,看作业或者说回复同学的问题 对,是不来就,嗯? 嗯? 嗯? 那不来就有Filter? 嗯,不是,就是,是因为你要把它打开 哦,你记得哦,这个如果你打开Filter,它会在那个资料的试算表这一面呢 前面多,Filter这一栏,对,好,好,那,这里,我,呃,有一个,那个电子书上没有谈到的一个地方,谈到的一个问题,我想要在这里跟同学来讨论一下,呃,不是说那个,呃,集中,呃,算,就是说,我们都在这个,呃,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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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那个集中量数,主要常见的有三种嘛,就是那个平均值中位数,还有一个是重数,对不对,那我,其实这边我也有把它给列出来,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笔资料,它的重数没有呢,对不对,特别是我刚刚也有这样提示你,也有要引导你们去把这个,把重数给勾,把它给勾,把它给勾,勾起来, 并且如果说,说正常,说如果说是正常,它这个重数,你们可以看那个图,它重数应该是这一对,就这个C对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它没有出来 来想想看 为什么它这里没有出来 因为它是明义词 关键对没错 还是关键 其实这里是告诉各位一个观念 集中量数全部都是可以四则运算的 所以它本身的资料不能够四则运算的话 连种数都不会有 了解 除了一个状况 我在这边我有特别加了一个变相 你们可以像我这样做 就是说我这边有加一个 那个transform 就是转换变相 我这边这个转换也没有很复杂 我就只是说把如果说这一个变相 原来这个变相里面只要是叫这个队伍名字的 就第一个我就随便选了 因为随便选一个就够了 因为我主要是目的是要制造出有一个变相 它的这个新变相里面的数字都是可以四则运算 它最简单就是零跟一 就是不是零就是一 它里面有个韩式 就是义夫 义夫这个 这个只要是原来的这个变相 它里面等于是这个逼对这个名字的 一律都是给它 在这个变相里面都是一 那不是就通通都是零 这个韩式在很多地方都会经常用到 这个建议大家 你就算不会纯织设计 你也可以学起来 这些一条也都有 很多那个四算表软体也都常常 也都一定有这个韩式 那用途也非常多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1跟0 那如果你这个数值就是做出来 它就是说会把这个 我这叫做B team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是原来的这个队伍是 就是这个brisband 就是刚刚你们不是看 看那个 我给它切到那个filter 其实就是把filter的这一个 拷贝过去 就all 第一个all前面的这个 拷贝到这边来就好了 就前面那个电子色的 它那一段 它那段那个判别式 它那一段判别式的 第一个or前面 把它给烤贝到这个e 到这个e的第一个参数就可以 那它后面第二个参数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条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它就给它e 不符合就给它0 那这里我主要是制造出一个都是数值的 然后它也是名义变相 你说or前面吗 嗯 就or前面的 把它给烤贝到这个 到e的第一个dow号前面就可以 然后这样这个我没办法放大 不用那个跟着我 跟着我 跟着这个copy 只要你 你就只要copy前面的就可以 然后后面第二个dow点 然后第一个 在这种韩式里 每一个dow点之间 它主要是分隔的就是 说是这个韩式的参数 所以你就记得 一个韩式它主要就是说 有它的名字跟 它的参数是什么来组成的 OK好 然后你 然后制造出来就可以把这个bting 加到那个 我这个我还特意把它给 把它给变成 指定成是那个 名义尺度变相 它如果是auto 它就会自己判断 但是我是特意 把它给做成名义尺度变相 主要是 是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描述统计的 选单 那这次就可以把这个 刚刚新造的这个变相 把它给放到这个描述统计里面 我们看看它这个统计表跑出来是什么样的 那最好这个bting这个这个新变相 它就有 不止有重数 还有那个 那个平均值 跟中位数 所以这里 其实这个例子也是再次跟各位同学加深印象 就是在我这个要切换到电子书的一个部分 电子书的第二章 就是我要再强调一次 就是关于测量尺度的部分 测量尺度的这个部分 我特意就是制作这样的一个范 把这个范例再做这样的延伸呢 用意呢 是请同学再去看一次 在第二章中的这个 谈到这个测量尺度 我们有谈到这个连续跟间断变相的这个部分 但是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